好 回來了 又輪到變 這個時間了 今次就介紹 Transformer Legacy 裡面Evolution 推出了這個領袖指證裡面的 Sky Creek 天鎮 就是一個綠色的飛機 今次是以Leader Class的形式推出的 過往就沒有這麼精密變形的產品 今次推出的換味比較重 玩起來的變形手感是非常不錯的 而Size 比一般玩開的都是大一點 看看這個綠色飛機的設計 有透明件的 而透明件裡面的機艙還可以打開 這樣也有座位的 它也有起落甲 起落甲是收納 還有一些機槍 就變成了 這個角色來說 它算是一個 算是比較豪華的產品 今次就是 好了 轉個圈之後 事不宜遲可以跟大家電影介紹 不過今次有一個問題 就是它的液仔是比較容易脫掉的 大家如果玩的時候就小心一點 可以炆下來才變形 或者用辦法加固很多火力 是哪兩隻液仔啊 這兩個液仔 我就先炆下來因為很容易掉出來 好 那就變形先了 首先炆了這個武器 然後收納這些氣落甲 這個位置可以炆出來的 這個其實是變形後的肩甲的部分 而機頭也可以佔起來 接著就輪到 鬆開腳和翼連接的卡位 這個下一個整組就是一個接著的腳 它也收得挺漂亮的 這個收得挺不錯的 而且因為它是這個卡式的緣故 它就所有的沒有什麼兵格 也都穿奔位都收得挺好的 後面這裡就用我肌翼 去補回那個穿奔位的 這個可以遮蓋了 那就大致變了下半身的部分 那這裡看到其實就是雙手的部分 但是先打開了這個液 打開了之後呢 再拔回這個手 好 攤開它之後呢 就把對翼就反過去 背脊這裡 也挺有心思的 它連這些腰位也有少少延伸去做變形 這些是那個換味是挺好的 就把這個飛行背包 放到後面這個位置就反轉了 嘩 都很多步驟 對 都很多步驟 對 都很多步驟 對 都很多步驟 然後呢 就把這個機頭呢 反出來 就可以看到它的頭部了 然後呢 就把它修好 然後呢 就把它修好 連接回腰部呢 那就可以把背部拍起來 好 那接近尾聲的了 好 那就修好手 把背部拍起來 好 縮好那條頸 最後呢 就把這個肩甲的部分呢 移去前面 好 嗯 這個角色的名字叫什麼呢 Sky Quark 最後是不加木頭就差不多完成了 它這隻都變完之後大致上看型都蠻漂亮的 那些位置都遮得蠻好 先做好位置 差一點 差不多了 剛才炆了那個翅膀就放上去 嘩 胸口的透明板很有型 看上去好像可以 好像有駕駛艙一樣 可以放一些東西下去 對 嘩 嘩 好 他們的武器就有一支 機關砲在雙神山 這支很厲害的機關 是不是蜜林 那些旋轉的機關 阿樂最喜歡那隻 火神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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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它可以雙手握著 因為它的肩關節 就位於變形的結構可以伸前 就可以放到一些很有型的姿勢 我覺得 都蠻型的 除了這支炮之外 它隱藏還有一把劍 嘩 刀劍 這是不是槍劍合一 把它拔出來 就會變成一把劍 變成可以有炮之外 又有劍 隔輪機關槍 阿麻莊 補完我們 它用了透明件 這次又蠻華麗的 馬上好像有劍 頭殼頂 心口 它用了透明 而且它的顏色也配得不錯 它用了一些茶色 去撞回本身的綠色 整體來說 外殼沒有什麼穿奔 沒有什麼格子 全部都是一個實體 所以 玩起來 感覺就實在很多 再加上 頭這些位置 有點透光 在燈光之下 它的眼睛就好像發光 好 這次就簡單變完這個 Leader Class 接下來還有很多不同的產品 會繼續和大家介紹 有興趣呢 繼續看回我們下個星期的介紹 好 稍後見